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集Travel Vlog 將會帶大家去Downtown LA 話說我只有一個全天 在Downtown LA 所以今集將會帶大家 一天玩樂慘的市中心 首先第一站我早上6點到達 就來了Soul Cycle 這間是全美國數一數二大 室內踩單車的 Gym 拿了自己馬數的鞋 就踩了一小時單車了 好扯啊 之後也去了這間Spa Palace 看一看頭一看 然後就來到Historic District 走走走走 沿途經過很多景點 然後來到我第一個要來的目的地 就是Grand Central Market 中文就是中央市場 那你問我為什麼這麼遠 Louise你要來到L.A.也要看市場 其實這不是非一般的市場 賣蔬菜水果那麼簡單 有在洛杉基很有名的美食餐廳 也是在這個Market裡面的 那我就選了這間泰國餐廳 吃了一個泰國的炒河 還有喝了一個泰國的奶茶 好好吃 Downtown是洛杉基的政治和金融中心 也有歷史和文化的靈魂 在Downtown有很多古老的意中物 據說也有機會看到 荷里活的大名聲在拍電影 所以如果你來洛杉基 也很值得逛下Downtown 今次這個洛杉基一天遊 其實我最期待就是這個景點 就是叫做The Last Book Store 最後的書局 門口給人家一個很莊嚴的感覺 但是進去的話 氣氛完全不同 非常有古老的氣息 整個書局裡面 也有很多用書堆出來的 一些很有特色的擺設 也都我最喜歡 就是這個類似地牢密室的地方 裡面藏了一些 非常有歷史價值的書籍 除了看書之外 還有這個項目 它放了一些很古舊 懷舊的唱片 上一層 二樓 就有一些藝術展示區 也有不同類型的書籍 分類的 讓你慢慢打書頂 上到二樓 還要令我驚喜 除了有這些 放到古靈精怪 好像一個迷宮的書架之外 就可以看到整個書局的全景 非常壯觀 我也忍不住應該回一張試拍 下一個令我很期待的景點 就是這個 布羅特當代藝術博物館 The Road 這個博物館很棒 是一個免費參觀的博物館 我建議各位 如果不想像我這樣 現場愚蠢 排隊排了一小時 記得要在官方網站 預先預約門票 入到去 你會經過這條 好像山洞的一條電梯 然後就會看到展館 The Road 當代藝術博物館 是由慈善藝術富豪 Elly Broad 將他的私人收藏捐贈出來的 而且他自費建造了這棟博物館 如果你對當代藝術有興趣的話 你就不可能沒有聽過Jeff Koons 他就是pop art 普普藝術的探索者 在這個展覽中 收藏了他三十多件創作 其中你會看到的 就是The Balloon Dog 氣球狗 是一個很出名的展品 另外 由草隔離身創作的 Infinity Mirrored Room 無限鏡屋 是極受遊客注目的 整間房都是用燈光玻璃水池 製造成像銀河的景象 而每個遊客只限在這間房間逗留45秒 所以我也很足夠時間 拍攝一些影像給大家看 哇!震撼好漂亮啊! 而今集的遊記也來到這裡 完美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Vlog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在接下來的Travel Vlog 再見到大家 Bye Bye